先回答小米 Amy来的 她说小米可否捞底 未有货在手 她就想 见她跌得多想捞底 小米你怎样看 见她跌得多想捞底 等于见到阿里巴巴跌得多 用Facebook跌得多想捞底 最后有结果 这个有机会 OK 当然是细时局之对 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底部 坦白说不奇怪 但我们也会见到 在整体的技术 是持续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 这个是大家是不可以否定的一个事实 那我们见到那个五条二龙级线 完全来倒转顺序 而且大家都有一个提示给大家的 就是说其实我明白 当股价升了一段 才叫你说是转勢买 你到时就会反向推论 你这样说 为什么我16元又不买 但是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抱着一个这样的想法 你前面25元 23元 22元 这个18元 你都是这样想 但是你见到最后 都是德国反弹的 然后就没有升幅的 这个 所以在纯技术上 可以提大家的一些的 他由23元左右 一直派发 是派发到16元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trend 他是没有升穿过 50天而言过的平均线 是没有升穿过一天 这个你见到 所有是有三个的 所谓的反弹路 他就是exceptly 在50天线那里 是跌回来的 跌一跌 升也不跌 然后跌回来 这一个就可以显示到 第一来说 就是华杰 50天线很大机会 就是一个比较 普遍的 一个所谓的阻力位 而第二都可以感受到 那个技术面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弱一些的 最后就是说回 在这个fundamental的那方面 其实市场都是相对 对小米来说 几方面有所担忧 第一来说 就是说芯片的供应 会不会给了Apple 然后那些卖正借 然后才给了小米 供应点 会不会是阻碍了它 而第二就是说 是所谓的市占率 我们看到是由曾经一刹那 是中国的市占率第一 很快都被Apple 打下来 那市占率最一步 可不可以站稳呢 那这件事 都是要等最新的数据公布 才可以看到 所以充满了一个疑虑性的情况之下 这个股份也相对比较弱 所以我觉得科学股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说 在香港老实说 无论在一个fundamental 或者技术里面 是比较像人仰的股份 其实你看到都不多的 譬如只有700 或者是网易 这些是比较正常一点的 所谓的技术形态 或者是fundamental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宁愿后低 用证固出击 或者用衍生工具分断出击 也比一比 为低依低去做小米 最后奉劝一句 在特别香港的科学股 为低依低这四个字 已经是累死了很多人了 所以我觉得 不如有点回头 我不敢说回头是我 总之是反省投资的strategia 究竟你是喜欢这只股票 是纯粹因为叫他逃票低 还是你研究了他的fundamental 是真心喜欢他 这件事真的要很serious地 很凝重地去问自己